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荧幕保护装置和自动关闭显示器的混合应用 如果你想要有荧幕保护装置的保密功能 还有自动关闭荧幕的省电效率 就可以用这篇教学来设定你的电脑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个人化 选择荧幕保护装置 选择泡泡 在等候这边我们设定为一分钟 继续执行后显示登录画面 这个选项打勾 按下确定 点选一下左下角的开始 点选控制台 选择电源选项 选择平衡 点选变更计划设定 关闭显示器这边 点选下拉式选单 设定两分钟 按下储存变更 一分钟之后会出现泡泡的荧幕保护装置 两分钟之后会出现自动关闭荧幕的黑画面 我用快转带过这两分钟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是怎么跑的 已经进入黑画面了 我现在动一下滑鼠启动Windows 现在进入登录画面 输入你的密码进入Windows 怎么样让你的电脑有保密功能 并且兼顾美美的荧幕保护装置 和省电功能 就看你怎么设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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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